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条,收看这条政论 一看之后,后面讲什么,都是一些店铺出租 这样,近来有两个数字都很惊人的 一个就是三百,一个是三千,三千就说已经有三千间铺執了 预期将会有几百间铺,三百间铺陆续执了 过了这个暴会折假期之后,就发觉毫无喜悉 这些说法颇为惊人 我们有个新的网站,全港执的关注组 好,等大家,我都多了很多资讯 我都录了,主要就似乎收拾得最多,街楼街尾呢 尤其是因为北上的人这样不消费呢 似乎就是食店了,说收拾了几百间食店 就是最近的事了,终而似乎说将会预计 就是很多业界,预计那个 就是復活节期间看到的样子 就是生意没了几成 大家有出街逛,我们田野调查 我自己都有这些经验 过去那一年,就是叫做疫情结束了 已经发觉是问题了,不是静静静的 中環那些都灯不开的 是吧,铜锣湾,湾仔的地方吃饭 旺角那些,是吧 也说了个名字叫醉瓊楼 十点半就赶人走了 十一点就要收拾了 那就完全不是以前那一回事了 搞错了 现在看到就说大量的建业 我们要追究这个管治不力的责任 大家都知道过去那一年 香港人最关心的 環市经济,所有人 一般基层的市民打工的 我现在香港有三万五千间食店的牌 如果在收拾,已经收拾了三千 再收拾多三千,那又怎样呢? 原来都是等于2018年的数字 2018年以来增加了七千间食店 都不是很严重的,但是你不要这样计 如果你这样再收拾多三千 一间十个人,那里有三万人失业 是不是?三万人失业 那对香港的经济 整个就业会不会成为恶性循环呢? 是不是?会不会因为它没了钱 又有其他的经济 经济就是一个膨胀,一个收缩 那我们如果不明白 如果一下子一看漏了 出现一个萧条景象 有段时间都弄不上了 虽然理论上有很多经济学家 是很坏的,但是完全没有效嘛 甚至说政府派一些礼券啊,给一些抽奖啊 那就是你作为一个刺激性的做法呢 就没理由说不好的 只不过他现在做的事情是完全 就没理由了,又浪费了 整个大灯牌在那里 我走过苗街看到,整个大灯牌在那里 莫名其妙,花了几百万 啊?大人没事就弄烂的那样 那几个蛋那样又花了一千万了,几千万了 那这样花钱就又利益穿梭又成了,这很明显的 政府花钱就是有这样的坏东西 就是无聊的,放烟花那些 除了益了烟花箱之外 究竟刺激到多少经济呢? 说不出的 但是就是这样,为了要刺激一下 就扔了很多无谓的钱了 而一些成效都没有 那刚刚才说完了,全港倒闭关注组呢 我看过他不只是说吃店 当然我们知道最多就是吃店了 那大家感觉最严峻的都是吃店 是吧?大家出街就知道了 夜了就算是那些住宅区那些 那些连锁店,大交流、大发活那些 就是都是做到8点多钟的收工了 就是不做,没有的,就是无人吃的 跟以前真的不同了 那你可以说因为Omicron、COVID-19 有防疫,影响了一般人的生活习惯 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已经有几十年的生活习惯 影响一时就会回头,一定不是毫用 是不是?几年没有出夜街,那你不出够本 结果没有人出够本 跟着呢,就是生活习惯真的变了 那当然还有另一件事,大家是非常之紧张的 就是因为回到大陆消费了 是吧?人是不少的 上去,但是基本上呢 据说呢,都是跟2018年差不多的 更久了,但是中间那几年就少了 今年呢,两百万吧,比去年呢 就多了一百万,就是 北上,假期北上 那有几年停了的 20123,20122,那几年停了 那几年只有两三千人而已 布折假期因为麻烦嘛,又要隔离嘛 那开了之后呢,开了就知道了 香港就一直输到现在了 那个形势就是非常之严峻 而我们又见我们那些当权的人 好像不多理會那样 除了搞了一些表面到不恨的 夜纷纷,毫无作用的东西之外呢 那他们似乎是当做了事的了 那当然,我们说这个是相当严重的 刚刚说完呢,有人指出呢 主要就是因为这几年开多了多食店 怎么解呢?我都不明白 有没有人解得到呢? 就是说呢,2019年那时候呢 现在比2018年呢,多了六千、七千间食店 现在有三万五左右 所以呢,三万四千那样 那所以收拾了三千,已经收拾了三千 再收拾多三千都不是很大的事情 都是多了嘛 但是,我们又问了,你看后面那个店 我们的感觉不是只是吃店 收拾了,吃店是比较很多店 我们都知道,街头街尾的饮食业 是香港的特色来的 那的确是频频收拾,频频开的 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 十几二十年来都是这样的 所以又不是很惊讶的 就是如果那些人消费回来就行了 或者我的看法就是 涌上深圳,纯粹是因为 两地的经济有差距 是不是?香港经济开始下滑 那些人没那么舍得花钱了 那那里便宜了,吃东西就上去了 那如果你说,它里面经济是比我们差 如果它好一些,那它的东西就贵一些 那可能香港人就不上去了 那就是这么简单的,有些东西 但是,随此之外,你饮食之外 那你后面这里也看到 很多不同的店铺都收拾了 是吧? 当然,新闻报道,我觉得没有代表性不够的 因为它说书店收拾了 书店未必收拾的,那些人搬了去其他地方 就是西环 黄色书店那些情怀呢,特别夸大了 葛登堡这些是食店啦 就是有家叫阿维尼克拉斯,廣场的店啦 那是,那是整理了,另外有很多店呢 都是准备整理的,那不是饮食业的 但是我都知道了,就是很多我们北区有很多药房 很多就收拾了,那些应该收拾的啦 但是很多不同行业都是会收拾的,那据说是 就是,就是,维康啊,白街那些都有一些店是准备收拾的 就是有些铁铺去收拾,那一片这样的衰退景象呢 就是,就是,非常之严峻的 那当然啦,我啊,包括我啊,特别是关注呢 你香港政府为什么不阻止那些人 就是留在香港呢,因为这些是用政策做到的 因为如果那些人,只是因为说便宜了,我们上去了 我们现在生活没那么好了,现在上去了,这样 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我问了 那其实我们只需要很简单的事情而已 第一,有两招的嘛,是吧?一招就是收到来警税啦 其实现在变相都是啦,是不是? 你加罗湖到罗马州,是不是? 不是,上水到罗马州,或者上水到罗湖 那两层,加多个十元呢,就立刻就,是不是? 就是,其他关口要收它费用呢,过关费用呢 那就立刻可以起到那个,不要说,很多小便宜的那些就算的啦 多了几十元就不去了嘛 这个是其中一个简单的方法 另外一个当然要訴諸香港人的集体责任感情怀啦 香港人要救香港,不可以这样的 是不是?香港很多人会因此失业啦 现在这么说,如果再多收拾三千间 起码近年就多了三万人失业啦 那这些人全部都是较窮的人才越窮越见鬼 越窮就要上去买便宜的东西 但是接着呢,搞到香港就不在香港消费上去消费 结果就令到香港更加快的建议啦 那你要那些窮的人在香港消费 貴都要买,那是不行的,说真的 就是道德上,直接我见那些人留言都是一句的 那我钱多就说,你富裕就不介意洗多些 很多人真是量着洗的时候,便宜些就是他在败的了嘛 那每个人的经济条件的确是不同的,又不能够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说要,我贵都要留在香港的 那你刺激他那个爱港的情怀呢 这个是一举两得的,但是我们知道李家超不敢的 香港人加油,留在香港,他就怕得很重要 不说加油这句那么敏感 你只说香港人,我们不需要的,我们留在香港 你只说多两句他都怕,因为心就可能骂你 打个电话来,以为李家超多没用啊这个人 那他都不敢得罪所有人,所以就有他啦 那而我们那些有息知事啊,议员啊,全部呢 就没有这个任何章可以听到 那当然了,另一个重要就是大多数人 我觉得相当有道理就是几十万人移民 那移民的人呢,移民的人呢,移民的人呢 移民的人呢,多数是中产啦,不是不是多数 一定是啦,不是你无畏意啦,追求更美好生活啦,移民 如果你都是烂名一条的,那谁知道他23条 还是48条,总之我就要留在那儿啦 大家都知道啦,比如小资产阶级那样 有些钱,不希望子女啊,生活在这些地方 是的,那是时代的悲歌啦,是吧? 那是因为走的主要是中产呢 所以令到那个消费力是下降的 那特别是那些,比如西贡啊,赤柱啊,这些典型的 甚至乎黄金海岸啊,就是可能去远些消费的 当然啦,旺角就另计,旺角都是差啦,我们去到旺角 但是你说比如湾仔中环,尖沙咀这些,贵的区一样是很差的 那是连锁反应来的,变成连锁反应 那怎样令到这些人,减低了移民潮呢? 诸如此类呢?那这个阿超又是,你问他 我都免得骂啦 他都不问其他人,我们讲话有没有道理,他都是不听的 所以只能个眼光光看着香港,就一直叉下去啦 还有一样呢,我们要,就是你问那些当权的人 就说不要紧要啦,我们走了专业人士 入回全世界招募了多专才,就是,是吧? 那些人都是,大家马上就明白了 假设,其实九成是在大陆,那我们有新香港人 现在的确是多了很多新香港人 过时过节,他们就涌回来消费 那又很难骂他们的 你要知道,如果你是来香港别井的话 那你有周末假期,你不回家 是不是?三次,三个星期回去了 假个星期回去了,很合理,很合理 千万不要说,说他们不对,没什么不对 你不明白,你以为他来了香港就有香港人 就好像香港人那样的模式 香港人是一个独有的文化群体,好不好? 我们不叫他一个国家,是吧? 当他一个族群,一个独有的族群 所有族群,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文化 那种文化包括这些饮食消费的文化 这些文化才令到它整个融合在经济里面 就是我们香港的经济体里面 是运作良好,现在呢 你可不可以把香港人当是 就是马牆那些木马,或者牛、豬、羊 或者是宠物繁殖的那些狗 没有了,走了,卖了 那我们就买一些回来 像鸡腸那样,我们养回那些鸡就行了 现在香港那些当权的人就是说那些 大家有没有留意,不怕,走了很多 中产嘛,我们就找一些仲有钱的来 我们有人口政策国家支持 放一些更聪明的人来 那我们就行了,香港依然有 走了三十万中产,依然有三十万中产 那我们就没事了 没有了劳动人口 又来回劳动人口 又没事了,表面是 那我问你,如果是这样 我们姑且信他,失业率还是不低 我想是高了,肯定是2.8 我当你是,好了 我当你走了劳动人口 走了专业人士,来回专业 请医生来,经程师那些 那为什么不是经济可以保持到呢 现在你看,怎么会走了六七千间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大家答不答到我这个问题呢? 你可以讲得很复杂,要找专家研究 不过我在很简单的层次上,我答给大家 因为文化不同了,就是这么简单 刚刚才说完了,比如 比如那些,他是国内的专材 他来到,他的生活习惯就是,我既然来到别井 我周末一定回家 两次回一次都要了,是不是? 那就已经不同了,是不是? 好了,你说香港那些, 这些习惯了香港消费的,我来不来上去 我随时变得的,这种 还有中产呢,他们花钱,他不会说 买菜,过去深圳买便宜些 叫Maria一定是自己和老婆过去 不会的,是不是? 去街市,别骯髒 要去那些干干净净的超级市场 扣物的,是不是? 幽皮中产是这样的嘛 那你就明白了,就是他们的文化 和新来的人已经完全不同 纵然香港继续有750万人 继续有一定同样比例的中专人士 他所有东西都是不同了,文化是不同了 而你不能够将他们的文化带回来 就会引起这个经济的问题了 就是说,怎么调节它呢? 你都不要说,你没有能力阻止那些人移民 我也不是想建议你阻止那些人移民 但是你怎样令到新的移民 同样是中产这样之类的,劳动阶层 他们能够融入香港 撑回香港本土的经济呢? 如果经济一塌,什么移民都会浪费 国内的人都会走,没工作就不走 就是这么简单的 哇,来到你骗了他买了房子 他给了一层房子,他都要走的 如果真的没钱的话 所以这些问题是结构性问题 他可能也不明白,社会外里的结构性问题 他不明白,那就等北京和他决定 我们面对这些环境除了指出问题之外 现在还怕指出问题多,会被人说你23条 没有啦,当然是一定要照样评论 照样什么,我是悲观的 我不会希望香港的经济好,我看不到 如果当正人人不明白这些东西 把香港人当作一个数字 当他是一堆牛啊羊啊豬啊那样 或者一堆商品,没有了这堆 入货就可以了 他现在真的这么说的,你有没有留意 所以这段影片我做的时候 想起这个这样的 当正的人把那些人民当作一些 无视了我们活了几十年 你试试外国的朋友回到香港 就是去旺角袍的了 他过回香港式生活 去到英国他是很宁静的生活 回到香港帮朋友啊,wet啊,立刻约出来 这些就是港式的生活了 你要维持这些的 你不能够怪国内的那些专才 他来贡献社会 没有说要包你消费的嘛 他的消费模式跟你不同 立刻就会引致这么多吉普出现 是不是? 而你如果不面对这些事情 解决不了呢 那么呢 经济崩溃你什么专才呢 都是没用的 好,多谢大家